大家好 這兩天我們在講中國的殘疾人問題 本來應該是很沉重的 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件事情實在是太好笑了 西方的白左可以說是炸了窩了你知道吧 之前不是有一群傻小子嗎 在clubhouse上說要眾籌給我給悉尼奶爸漂白皮膚 意思說你老是舔白人的屁股 想不到 其實應該想到的 就是今天或者昨天晚上 有一個白人 白人網紅把皮膚漂黃了 什麼事呢 英國有個小網紅是個白人 這個人特別迷BTS防彈少年團 以前我們曾經做過一期節目講防彈少年團 當時中國還在懟防彈少年團 說你們怎麼感謝美國當時保衛韓國呢 防彈少年團這個小網紅是特別特別的迷 尤其是迷其中有一位叫做朴志敏的 我不怎麼看防彈的 但是據說這個小哥是特別可愛的 特別迷朴志敏的 而且特別迷防彈少年團 特別迷韓國文化韓流 這傢伙這次乾脆就來了個徹底的 給自己做了個整容整成了一張韓國臉 然後公開的在網上就說 從此我終於是一個韓國人了 我是transracial 就是我是一個跨種族主義者 跨種族者 我們以前經常聽說transgender 就是跨性別主義者 跨性別者 這次我是一個跨種族者 這一下是西方的白左是炸了鍋了 這個事我的第一反應是什麽 BTS防彈少年團這太火了 在西方國家你想不到 這麽多的西方年輕人是這麽的喜歡 這個七個奶油小生 我實在是不理解 但的確是火 而且最近大家知道麥當勞出了一款套餐BTS套餐 在澳洲也有賣 賣的也很火 而且據說澳洲有個人 他這個套餐里面其實很簡單 就是10個炸雞塊 然後一個韓式的韓國式的戰將 一套戰將 然後還有什麽可能薯條還有可樂什麽的 賣12塊還是多少錢 我倒是傻了 這幾東西賣12塊錢 反正就賣這個概念 但是賣的真的是絡繹不絕 也據說在印尼這個又直接賣脫貨了 在澳大利亞也賣的很好 甚至澳大利亞有個小伙就把BTS套餐里面 不是那一套戰將嗎 經常肯德基麥當勞經常出這種特色的戰將 就出一回限量版 然後他就把個戰將放到eBay上去賣 挂500澳元 買這樣一個戰將 這一套戰將 所以我當時就想韓國的文化 這個韓流文化真的是不得了 這個已經是完全是 以前你還可以說是一種另類的小眾文化 現在西方已經成了主流文化 尤其年輕人裡面成了主流文化的 我有一個朋友今天還在聊的 就是打扮起來特別像韓國女星 要韓國的飯 所以經常在路上碰到白人的小姑娘小伙子過來 用韓語跟她打招呼 你能想像嗎 就是韓國的文化在已經 韓國的軟實力已經強到這種程度了 而且還有一個前提 就是在過去這5年裡面 其實是在中國的 當時因為部署薩德導彈 而導致的限韓令的幾年裡面 近幾年是悄悄的在一點鬆綁 但是韓流之所以大行其道 說防彈少林團能夠席捲世界 就是在中國市場 被他們完全不開放的5年裡面發展起來的 可以說接接實實打了中共的臉 除了澳大利亞 韓國也特別喜歡打中共的臉的感覺 所以中國一直在投重金 要去文化輸出要軟實力 結果韓國醉兒小國 相對於天朝來講 醉兒小國輕輕鬆鬆實現了這個 而且男的有BTS 女的女團好像有一個什麼叫黑啥的 我忘了 有特別火 都是YouTube上一天播放量就能上億的 我的天啊 一天就能上億的這樣一個這種量級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說重點 就是跨種族者這個概念 讓左派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很多的人在下面留言說 我是跨性別者 你不是什麼跨種族者 沒有跨種族者這麼一說的 然後這個人也就回 為什麼沒有 跨性別者就說我認為我雖然是男的 但是我認為我是女的 我就可以是跨性別者對不對 我就想過女的生活穿女的衣服 為什麼不可以 那我認為我自己就認同我是韓國人 我不想做個白人 我想做個亞洲人想做個韓國人 而且我現在還自己把自己整成了韓國人的樣子 以可以說是明智 就是我有多麼想成為一個韓國人 我也學韓國語言 我唱韓國歌 我聽韓國音樂 我個人認同韓國的文化和身份 愛著你了嗎 那一樣你既然跨性別者可以這麼去定義 你既然是想做個女人 那你就是個女人 那我就是想做個韓國人 為什麼我不能做韓國人 那一堆的左派的跨性別者也好 或者其他的極左人士在那邊罵你是種族歧視 為什麼 你把你的眼睛整成了韓國人的咪咪眼 咪咪眼你知道吧 就是你把自己整成了這種東西 你不是在種族歧視韓國人嗎 說他們是咪咪眼嗎 但問題是我把我自己整成了咪咪眼 如果說我自己歧視咪咪眼的話 我會把自己整成我自己歧視的樣子嗎 我舉個例子 我歧視一頭豬 我會把自己整成一頭豬嗎 不會吧對不對 所以這個道理是解釋不通的 他不是一個種族歧視者 對吧 那又有人說你這是文化盜竊 這是左派經常用的詞叫cultural preparation 文化盜竊 就什麼意思呢 說你是一個白人 你就不能穿什麼華人的衣服 或者韓國人的衣服 或者富翁富翁穿個旗袍什麼的 你是屬於文化盜竊 當然了 我們說黃種人黑人或者怎麼樣 穿白人的西服不穿自己的民族服裝算不算文化盜竊 那個不算 那個不算你盜竊白人的 就是這個邏輯 左派就是這個邏輯 而你一個白人你穿其他民族的 其他種族的衣服或者頭飾或者裝扮 你就是文化盜竊 說你一切整成咪咪眼是文化盜竊 那我就要問了 那比如說跨性別者是吧 男的整女的聾一個低罩杯 你算不算是性別道歉 對吧 我特別想一個低罩杯 那你本身沒有對吧 你一個本來是一個大男人 是吧 左派認為男性是比較邪惡的 強勢一方 那一個男人要變成女人 然後還整一個女人的引以為傲的東西 那你是不是屬於性別道歉呢 所以這個為什麼左派這麼恐慌 這麼多人在那邊跟著罵或者怎麼樣 甚至有一些右派的像Ben Shapiro 都已經開始公開的聲援這哥們了 既然跨性別者他們可以這麼做 為什麼你不能跨種族呢 沒有道理 所有左派的邏輯在這裡都遇到了一個 怎麼也跳不過去的障礙 類似這樣的左派的這種理論體系 其實還有很多障礙 最典型的就是跨性別者 你如果說男性整成女性了 你本身男性因為發育的話 骨骼肌肉都已經發育好了 非常粗大 男性整成女性了就可以去參加女子比賽了 這次奧運會就已經有好幾名運動員 好像是我忘了是哪國家的運動員 已經去報名了 我是一個跨性別者 但是我報名參加女性比賽 說你只要符合你的體內雌性激素 達到了女性的雌性激素的水平 你就可以參加女性比賽了 這不亂糊整嗎 因為人在發育的過程中 男性是通過雄性激素發育好了我的骨骼的密度 我的肌肉等等 包括身高 都是因為有男性激素在 它有一個發育的加成的 那麼你現在說你把我體內激素改成一個女性激素 我就可以憑藉這副男性的軀殼和女性的激素去競賽 我就可以參加女性比賽了 很多女運動員我跟你說這一屆奧運會特別好 我們等著看好了 如果真的允許跨性別者參與的話 很多女運動員肯定都不幹了 因為你這不是歧視女性嗎 本來一個男人是吧 按照你們左派的論講 男人是屬於那種金字塔頂端的 屬於這種歧視鏈最高端 所以你一個男人過來搶我們女人的獎牌 就變成這個回事了 雖然你說自己認為你是女人 誰知道你是不是認為你是女人是吧 都是你自己說的嘛 就算你認為你是女人 你可以認為 但是你不能強求別人認為你是女人 從而參加一個約定俗成 只能有女人生理上的女人參加的比賽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特別的類似這樣的理論 就是左派那套關於跨性別的理論是漏洞擺出 我一向著講的什麼gender study gender theory 所謂性別理論 它是一種理論 什麼叫理論 理論就是它有可能是沒有 尤其在社會學上 理論就是沒有一個證明的過程的 他只是說我根據這個推導 說應該是這樣 就是這套理論了 就玩個陰謀論有什麼區別 很多左派的批右派什麼陰謀論什麼東西的 你陰謀論也是一種理論 英語叫conspiracy theory 你知道嗎 地球是平的也是一種理論 gender theory也是一種理論 所以首先我剛才提前預告一下 這個周末我會跟一位 我約好了 跟一位來自日本的跨性別者 我們要就LGBT問題跨性別問題 進行一個時間的連線 到時候我們會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他也是我的粉絲之一 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把這個問題討論的透 今天這個節目就算是一個預演 我不妨把我對於跨性別或者性別認同等等 LGBT認同這方面的東西 我把我的觀點系統闡述一下 包括這次所謂跨種族是吧 我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作為一個中國人或者你作為一個華人 如果有一個老外 白人也好黑人也好 哭著喊著說我特別喜歡中國的文化 我特別喜歡中國東西 我也學中文學的很好 中文說的很溜 比中國人一般的中國人的普通話還要標準是吧 是吧 然後我又特別喜歡中國的音樂電影 如數加珍 甚至我把自己整成了我最喜歡的中國明星的樣子 比如整成星星奶爸的樣子 那你可以接受我成為中國人嗎 我能夠說我自己就是個中國人了嗎 我先問一下各位華人能夠聽懂中文的 你們認為這個人他可不可以 你認不認同他成為中國人或者華人的一員呢 按照中國的傳統的原則 你不管你是蠻夷也好或者什麼也好 你只要有心就認同華夏的文化 中國的正統文化願意歸赴華夏的都會被接受 像是你是規劃成華夏的一員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很多時期是相當包容的 尤其是少數民族 所謂蠻夷統治的朝代 元朝啊 經朝啊 包括唐朝啊 都是特別包容的 五代十國都是特別包容的 只要你願意認同中國的這個文化 正統文化 你就是華夏的一員 所以說 傳統上中國人是認同的 你是白人黑人 你只要認同中國文化啊 我就可以接受你作為我們的一員 那麼你是不是願意接受呢 那麼同樣這個道理放在這個韓國人身上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人他有意成為韓國人 是可以理解的呢 是可以理解的對不對 作為一個韓國人說不定也是樂於接受 對不對 這也側面體現了 你想有人願意成為你的一員 哭著喊著要做一個韓國人 這不正好說明了韓國的 不管是文化還有國家也好這個軟實力嗎 對吧 換成中國人也是嘛 這麼多人哭著喊著中國人 說明中國人我們中國人太偉大了 太牛逼了對不對 但是如果反過來 說一個中國人這個是中國出身的 但是他我特別認同英國的文化 這次這個人是英國人嘛 我想做一個英國人 我想規劃成為一個英國人 那我不知道各位是怎麼看的呢 會不會有人說你這是漢奸 你這個是數點忘祖對吧 當你成為被投靠方的時候 你會欣然接受 當你成為被拋棄的一方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人你怎麼能這麼做 那麼到底怎麼才是對的呢 我是這麼想的 包括跨性別者有一個最經常的爭論 就是說社會是不是應該接受這些跨性別者 是他們所自己認同的性別 比如說我一個男的跨性別成為女的 那麼社會是不是就應該把它當作女人看待 讓他可以進女廁所 然後對他稱呼英文要用she her 或者說他自己願意別人怎麼稱呼他 就應該用他願意的人稱代詞去稱呼他呢 左派一向是認為就是應該這樣 這個人認為自己是女的嗎 全社會都應該承認他是女的 但是到跨種族他就不願意承認了 你知道吧 你這個人認為自己是韓國人 或者認為自己是黑人 那我們不能認為他是黑人 他還是白人 這個東西不要想混進革命隊伍裡面去 那到底為什麼他們堅決否認 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呢 我們到最後再講 這是他們的命門 好我對於跨性別也好 或者類似這樣的所謂身份認同 我認同我是什麼就是什麼呢 我是這麼看的 一個人有權利認同自己是任何東西 比如說我認同我覺得我是一張桌子 那沒問題 我就認為我自己是桌子 我願意把自己按照一個桌子去處理去打扮 那是我的自由對不對 但是我有權利去要求別人也認為我是一張桌子嗎 似乎沒有吧 OK我們不說這麼遠 那我對於跨性別者也是這麼認為的 你完全有權利認為自己 我本來是男人 但是我認為我是女人 那我願意過女人生活 你完全有權利 但是你是不是有權利讓別人 也一定要認為你是一個女性呢 我覺得你沒有這個權利 你沒有權利要求別人 一定要用戲或者嗨來稱呼你 要求別人一定要同意你進入女廁所去上女廁所 或者進女浴室 但是如果比如說是一個跨性別者 他是男的轉女的 他跟我說我認為自己是個女的 我希望我們在談話的時候 你能把我當一個女的對待 對我用she or her 或者怎麼樣子這個詞 他很好地在說 希望你能夠尊重我 從我個人性格出發 我會願意跟這個人說 OK我同意以這個she或者her來稱呼你 我同意 因為你剛才對我表達這個意向 我出於對你的尊重 我尊重你的意願 我同意這個稱呼你 但是如果有另外一個人說 我不同意你的意願 我不認為你是個女的 我是有信仰的 我不認為你是個女的 我認為那也沒怎麼回事 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每個人都應該尊重別人的意願和選擇 我尊重你認為自己是一個跨性別的意願 那你也要尊重我 不管是我認不認同你是跨性別者 你都要尊重我的意見 換句話說你就不能要求 尤其是不能要求社會所有的人 尤其是不能通過法律手段 來要求社會所有的人按照你的認同來稱呼你 來認為你就是你認為的東西 我不能要求別人一起來認同 我就是這張桌子 那麽跨性別者也不能要求別人硬要認定自己是某一種性別 更不用說他這個性別還是零零總總的十幾種幾十種的不同的性別 要別人按照這幾十種性別類的某一種來稱呼你 這個是不可行的 這個不但是在從倫理上道德上從邏輯上 這個其實從實際操作層面也是不可行的 除非有一天人能夠進化成了一個電子人 每個人可以動作過電子芯片來識別 哦這個人是那個性別 是幾十種性別 哪一種或者幾百種性別 哪一種或者這個人認為自己是張桌子 等等這樣子 那實際操作上才有可能性 所以對於跨性別或者說自己認同自己是別的種族的 別的國家的 我也是這個觀點 就是說你認為如果說一個白人說我自己是華人 我想要成為一個中國人 那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要問我的意見我覺得也沒啥不好的 我尊重你的意見 但如果有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義 這個不行 我們華人沒有長這樣的 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我認為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但是那是他的種族主義的意見 你也不能說你一定要強迫所有的華人 來認同你一個金髮碧眼的一定就是華人 對吧 同樣也是 跨性別者就為英國的網紅 你也不能強制要求所有的人認為你都是韓國人 你可以宣誓 你可以對世界宣告說我認為我是韓國人 這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人有權力阻止說你不能宣告自己是韓國人 對吧 那麼別人也有不認同的權利 別人也有說我覺得你不是韓國人 或者別人也有說那行你願意當韓國人 那是你的事情是吧 怎麼樣的意見都應該得到尊重 這個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的生態 才是一個良性的生態 但是如果按照極左的說法說跨性別者 全社會大家都應該強制認為 強制同意說他們就是他們所希望的性別 那麼在所謂跨種族的問題上 你也應該有同樣的認定標準 說這個人認為自己是韓國人 他就是韓國人就應該支持他 甚至應該通過試圖通過大眾也好 通過法律輿論也好去支持他 那為什麼最終的情況恰恰相反 他們要堅決反對這個人說自己是跨種族主義者呢 因為這個有一個演化的路徑 如果說這個事情他們同意 他們說我們支持你們 我們都是跨性別者支持你是跨種族者是吧 你願意認定自己是什麼人 你可以認定自己是什麼人 這會造成一個嚴重的後果 因為在現在西方社會裡面 你的自我認同是白人 你是一個白人的身份 對你來說已經沒有太多的加成了 反而如果你是少數族裔 尤其你是特定的族裔 比如說穆斯林族裔或者說黑人族裔 或者說特定的 我普遍認為是弱勢群體的原住民族裔 對你的社會給予你各種各樣的好處對吧 那麼這個時候我是不是就可以 比如說我自己認定我自己是原住民 就好像中國很多地方為了說因為少數民族可以加分 然後孩子生下來就硬填成少數民族的身份 會不會就有很多人因為利益而去自己認定 我是哪個種族我就是什麼 這樣不就亂了嗎 這樣就會造成一個這些極左所特別不願意看到的一個局面 因為他們是通過膚色來劃定階級的 你是白人你就是天生是惡的 你是黑人還不一定是我們亞裔 你是黑人你就一定是好的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好的 你都是被壓迫的 白人一定是壓迫的一方 所以膚色是一個很好的區分 如果有一天說你是白人你是壓迫者 白人說不對我已經做過認證了 我認為我是一個黑人 那這個時候膚色很好的可以拿來作為劃分階級標準的 這樣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就失去作用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膚色也好 這個劃分階級的標準 是所有的極左包括所有的共產主義者 吃飯的家伙一旦沒了這個 其實那種情況其實倒挺好的 就是那種情況就實現了一個全社會的大通了 對不對 因為你是所有人都可以自動的認定為自己是哪一種人 最後可能全世界人都認定為是最佔便宜的一類人群 我們都認為我們自己是原住民 那全世界不就大通了嗎 對吧 我意思講 對於中共是有兩件東西 是必勝的法寶 就是中共有砸再多的錢 他們也一定無法在這上面通過宣傳來宣兵奪主 那就是真實 百分之百的真實以及人性這兩點 其實對於西方的極左 包括那些白左 白左裡面分兩種 一種是天真浪漫 一種是踹著明白裝糊塗 對於他們來講 這兩者也同樣是用真實 百分之百的真實 開誠不公的真實 還有就是人性 我要同時的面對人性的惡和人性的善 這兩者不能夠有所取捨 不能說一定是百分之百惡或者百分之百善 或者有些人是絕對惡的 有些人是絕對善的 只要抓住真實跟人性這兩點 不管是西方的左派還是中國的左派 就是中共這一套 都是不攻自破的 只要有時間 只要有討論 都必然不攻自破 今天這個事兒真的太有意思了 我們靜觀其變 另外再次預告一下 本周末我們會跟一位跨性別者 我們會跟他進行一個遠程的連線 討論一下跟這方面有關的話題 敬請期待 情商不改 綠水長樓 下次我們再見 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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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期待